说起书童我们都知道他是著名的书法家 他的题词直到今天还经常可以见到 不过书童可不只是个书法家这么简单 他在我军的地位可是相当高的 书童是江西东乡线人参加革命非常早 在红军时期书童主要负责政治宣传工作 最高做到林雕的红衣军团宣传部部长 抗战时期书童历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 兼宣传部长等职位 是毛主席非常得力的宣传助手 解放战争时期书童更是高居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在华东军区司令市产役政委市饶书时 参谋长是陈世举跟书童并称为四大巨头 像许事有王健安 唐亮 傅秋涛等开国上将 都是他的下一级 据书童的女儿介绍 在建国初毛主席曾经内定书童为台湾省委第一书记 因为书童有文化又做过敌工部长 去了台湾可以更好地做统战工作 不过解放台湾的计划一托再托 书童的上任也被无限期的延期了 到了1954年中央决定让书童担任其他职务 就给了他两个选择让他选 一个是山东省委书记 另一个是人民日报社社长 书童因为多年在山东工作 对山东很有感情就选择了前者 好了 关于书童的政治生涯就说这么多 下面咱们再说说他的另一个更加辉煌的身份书法大师 早在红军时期书童的大名就喘进了毛主席的耳朵里 有一次中央想请一位前卿汉林出山担任参议员 但是这位老汉林看不起土气的共军就说 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 毛主席就让书童给他写了一封信 结果这位老汉林看完信后 叛案叫绝叹道自美文雅 想不到共产党也有人才啊 建国后全国的很多报刊都是毛主席提起的刊头 但只要华东地区的人去请毛主席提写 毛主席就会说 你们华东有书童啊 据说当时新中国的报告刊头 基本上是毛主席和书童两分天下 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 书童被中央所谓的推举为第一届主席 副主席有赵朴初启功等书法大家